刚看到有些个股 震荡拉回向面板股 就今天比较明显 有点开高走低 最后是群创小跌 友达彩晶小涨 友达彩晶是小涨的 那目前看到了 友达收在21.85元 上涨0.05元 而彩晶的部分 则是可以看到 也守在平盘是17.95元 最后拉高翻红 好 个别股的部分在尾盘 也见到有买单敲进的 今天看到有万海 万海最后收涨 收在81.6元 上涨了1.5元 做收 惊险翻红 这也算是有点开高走低 但最后尾盘拉高了 长荣算是尾盘有点买单 所以打开了跌停板 没有锁死 收在70.1元 下跌了7.4元 今天最后惊险守住 这个跌停板价格的打开 阳明的部分也看到了 阳明股价最后也是 跌停打开的 最后拉高 以74块下跌5块2作收 这一天是连番下挫 今天回测月线了 月线关卡的部分 看起来盘中是有跌破 刚刚看到今天 阳明举行了股东会 因为在疫情的压力当中 今年的股东会 是在户外举办的 看到今天天气炎热 蛮多股东也必须忍受炙热 在户外举办这场股东会 那讲到说今天的股东会在临时 于在基隆 球场搭棚举办 当然呢 现在看到今年的获利很好 到场的股东呢 就算有疫情也是有来到了 这个四五十个了 那现在股民的部分跟很多员工都在问说 就是退休员工在问说 那今年获利这么好 该不该发股利呢 不过之前几天董事会已经表明了 不发股利了 去年的股利今年不会发了 那今天也通过了 表明就是表决通过 今天不发股利 今年不发股利 但明年有盈余一定会发 但是呢 并没有承诺 明年的股利配发率是多少 并没有承诺 明年是不是一定会发股利 但是今年确定是不发的 好 我们看到了 在今天航运股的部分 尾盘是跌幅有烧件收链 有跌厅打开 万海的部分呢 最后还可以翻红做收 只是它在月线下方 是来到81块6 上涨1块5的 那最后台股收盘 最后呢 是涨156点 来到了15827点 上涨156点 这是这个礼拜呢 看起来真的只有上涨这一天 真的礼拜五就会涨了 因为前一天跌的实在太重了 这个礼拜跌了1457点 快接近1500点 周线是连二黑 当然这一个礼拜跌的是最重的一周 不过 这五月份才开周 两周都跌 两周都下跌 下个礼拜呢 下个礼拜就是520了 难道今年真的是最惨的520行情吗 本周这种利空一大堆 不管是包括美股 包括了MACI 包含了像是今天的疫情 还有包括昨天的大停电 等等问题 这些利空都一起来了 没关系嘛 你要嘛就一起来了 所以这个礼拜台股的震荡拉回 下跌呢 有将近1500点 这个盘式重点的部分可以看到周跌 1457点这么多 疫情 还有停电 而MACI还有包括美股的拉回 你干脆所有利空都一起来 那下个礼拜呢 总统的520行情 昨天总统也喊话了 是不是就有比较好的一点反弹机会 反弹空间 虽然今天台股开高走低 但是今天是这个礼拜唯一上涨的一天 涨了156点 在15800点有手 虽然盘中一度攻上16000点大关 可惜昙花一现 最后呢 是15800做收 电子反弹 资金不足五成 但是呢 传产的钢铁跟航运股 今天又再一次的重挫 拉回修正的第二第三天 那刚刚看到了 在钢铁股的部分 还有航运股 散装航运股的部分 今天下跌居多 不过刚刚提到的货柜股 杨明 长荣跟万海 却出现尾盘跌幅 打开 而且呢 是拉高向上的 这种反应跟表现 那讲到说呢 这个礼拜的确 又碰到了疫情肆虐的高章 又碰到了停电的问题 所以呢 台股的部分 这一波的修正幅度 在这一周呢 下跌蛮重的 总统蔡英文 昨天晚上 也紧急的举行了记者会 向外发表谈话 不只是对于 停电的问题 还有对于防疫的问题呢 都说要检讨 而且呢 防疫等头作战 不能松懈 希望大家共渡难关 不要紧张 那尤其是股市的部分 这一波的波动啊 也是蛮重的一周 总统蔡英文 昨天特别强调 她相信基本面好 而且落实防疫 台湾的经济成长 是屡创夹击 所以呢 这算不算是对经济 对股市的信心喊话 听听看她怎么说 这几天股市虽然有短期波动 但是国内经济的基本面是良好的 金融机构 营运稳定 上市上柜公司获利剩佳 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也达到了8%以上 从各方面来看 股市波动主要是受到心里面的影响 我要请各相关机关 密切注意股汇市的动态 并且维持金融市场 正常的运作及稳定 好 这是我们看到了 在蔡英文总统 今年也特别提到了 讲到有关于昨天的 不管是停电的问题 或者是最近疫情的升温问题 冲击了台北股市 甚至国际股市行情 也有多少影响台湾了 但是看到这连续两周 两周在五月的行情 这两周是两周周线都是下跌 跌的都超过一千多点了 光是这个礼拜就跌了 一千五百点这么多了 但到了下个礼拜 520行情到了 这个礼拜一大堆的利空 是不是有利空出镜的味道跟机会 下周可以迎接反弹吗 可以迎接520反弹的机会条件吗 请到的是马明和马老师 好的 凯明午安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目前在盘式的架构里面 投资朋友可以特别观察 虽然说大盘在这个礼拜 跌了一千四百五十七点 中错了八点四三percent 但是在礼拜五的一个涨势 酝酿在520行情 有一个机会点 其实就是市场上 目前人气最旺的 钢铁跟航运股 有出现指稳的现象 因为大家看到说 今天盘中在整个航运股 钢铁股拉回的时候 让市场信心 没有办法说 跟着大盘指数做上攻 但是在尾盘的时候 大家看到整个运输肋股 开始有出现买盘点火的一个拉增 最明显的是2615的万海航运 那么万海航运呢 从本来跌六趴的到收盘 涨得快两趴 能够尾盘指数翻红 从日K线图上出现一个 指稳的一个下引线 同时也让整个长荣海运 阳明海运呢 在尾盘的时候呢 也出现一些买盘 开始做一个推升 那么在阳明海运 今天下午还有一个股东会 那么今天的成交量 出现64万张的大量 过去这四天时间 阳明或者是万海 还有长荣海运呢 这些人气最旺的航运股 已经做一个快速的拉回 在第一季财报 甚至包含四月营收 都拿出非常好的成绩 经过这四天的击回之后呢 我认为在今天 投手朋友可以多注意一下 在目前人气最旺的 钢铁航运股呢 反而尾盘有开始出现 明显的一个人气回笼的现象 那么这种人气回笼的现象 对整个指数的震荡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说 大盘在这两天 盘中的高点呢 都很想去占回16000点 但是在今天的尾盘 虽然还没有占上 目前大盘的五日均线 在16243点 但是就整个跌深的电子股 像今天的IC设计 被动元件 或者是D-RAM半导体 这些族群呢 在今天的盘式上 很明显先领先 大盘领先电子股呢 占回五日均线 这也告诉大家 在经过两个礼拜的 一个周K线 一个下跌之后呢 大盘九天跌了2544点 经过短线的快速击回 现在整个电子股的弱势 电子股已经开始出现指纹 人气的钢铁航运呢 在尾盘也开始出现 买盘有回笼的现象 我认为在目前整个盘式 下礼拜四 又是政策的520行情 那么像今天的 这个太阳能族群呢 就有开始做一个点火的动作 尾盘的太阳能 像达能像国硕呢 还亮灯涨停板 这说明了 在整个盘式经过 2544点的大跌之后呢 进入整理之后 反而相对的 能够拿出在低际财报 或者是属于四月营收 能够创新高的公司 我认为在下礼拜来讲 领军的机会 会很明显有接棒的条件 好 这是我们看到 今天的太阳能族群个股 反而在题材上的确比较抢眼 达能涨停 国硕涨停 联合再生贸敌原金的上涨 那当然跟昨天的这个 513大停电 也有一点关系 那现在看起来 大家也都想 未来的政策方向 应该在520政策题材当中 也会有太阳能族群个股的 这种题材条件 甚至包括风力发电 风电跟太阳能 可能在下个礼拜的520行情之前 会不会有比较明显 大家是联想到的 题材反应跟表现 那稍早一点 刚刚就在1点20分左右 经理部长王美花 举行了记者会 向今天的国人来说明了 为什么昨天 全台会大停电 而且他说 问题可能是在台电工作人员 测试操作的错误 才会出现这种大停电的事故 是台电员工的操作错误 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些影响 可以看到 这事件小的细节 就可能变成一个大大的魔鬼 所以让全台湾都看到了 台湾的电力系统 可能真的还是要注意 有点脆弱的风险 才一个失误 就可能造成全台的轮流 分区限电或停电 好那当然看到台股的部分 在156点上涨来到15827点 那今天看到了钢铁股 还有包括航运股的部分 蛮多个股在开高后震荡拉回 而下跌 打到跌停板的还不少 钢铁航运股的部分 开高又急跌 投信这一天在调节 传产股在这礼拜 已经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出现了连续几天的修正拉回 但是产业前景方向不变 钢铁价格还在涨 航运也因为塞港的问题 运价还是在继续走高 继续是上涨走高的运价 那基本面没有变 变的是筹码面 那怎么看在下礼拜 如果航运股散装航运 或是钢铁股 它能够跌升反弹的时候 到底反弹该站在买方 还是反弹该赶快逃 请教马老师 好的 目前在盘式的结构里面 确实大家看到说 钢铁原物料这些的涨势题材 或者是货柜航运的财报 月营收 还有第二季的展望 其实都还是非常好的现象 这种股价经过大幅拉回之后 我反而认为说 如果下个礼拜 今天的低点 确实就是出现 短期的低点的时候 反而是先站在 买方的一个操作 因为在这一次 4000的钢铁航运集点 这个幅度 两成到三成的速度 非常的快 那么相对你也知道说 这个地方也是市场上 当冲最热门的标的 就是在钢铁股 在航运股 那么这种量大的一个股票 其实在今天的 类股族群里面 还有一个族群 可以特别留意的 就是在于面板股的方向 因为今天电子股 带动整个反弹的格局里面 你会发现 面板三档个股里面 友达跟彩晶呢 今天不但低点 没有再创低点 反而今天的尾弹 友达跟彩晶呢 开始出现 止稳上涨的格局 虽然幅度不大 但是这代表说 人际最旺的面板股 今天出现大量 开始呈现上扬的格局 那么如果说 连面板股这种跌升 也开始止稳的话 更能够带动 整个钢铁股航运股 如果说是空手的 投资朋友呢 不妨在今天的低点 设一个停损点呢 相对对短线的操作上 反而下个礼拜 很容易变成 短线或者是属于 当中呢 热门网上操作的标题 我认为可以逢低来做留意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航运还有钢铁股 下礼拜会不会又是一个 当中热门的指标标的了 那能不能够止跌 也是投资人很关注的 因为这几天 拉回修正两三天了 尤其是还很多 被打到跌停板的 都是之前最强势的人气股 尤其是钢铁 还有包括航运 那反而电子股呢 蛮多 今天呢 出现了这个直稳反弹 国具实施库藏股 今天虽然没有涨停板所注 但是呢 以440上涨 30块5作收 出现连两红 另外呢 也看到个股的部分 有详硕因为呢 昨天法说会的利多 今天股价攻到 1100块钱 股价攻高涨停板的详硕 攻高涨停演出 另外呢 也看到个股有日月光 日月光今天回到105块哦 他把昨天 应该说前天 前天的黑K棒 跟空方缺口 给封闭上来了哦 这一点倒也注意 能够快速封闭 星期三长黑K的个股 是不是呢 最强而有力的弹力股 那包括日月光 包括了像是 今天早上也看到的 能够收复哦 在星期三长 黑K高点的个股 有元泰啊 有南电啊 还有华硕啊 这些个股呢 都是收复周三 黑K高点的 待会到向高达 更多个股变化 马上回来 谢谢收听 请继续关注好好听FM 记得帮我们分享给您的亲友 祝大家平安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